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地的节目 我是石涛 大概十四五年前 我印象是03年04年 可能中间不太准确 在加拿大多伦多呢 有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三大瀑布之一 尼亚加拉大瀑布 另外两个瀑布 一个在尼罗河上 一个在这个巴西境内 那两个呢 因为都在林子里头 原始森林里头 所以世界上最著名的三大瀑布呢 尼亚加拉大瀑布 就变成世界上文明的 大家可以到的 它距离多伦多 大概只有130公里吧 开车就像六弯似的就到了 那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呢 边上有一个 在整个加拿大安大略省地区最大的赌场 赌场啊 赌钱的 我印象很深 那一年出现一个故事 在赌场里面呢 VIP就是贵宾 贵宾的这个 应该叫做就叫贵宾房吧 你怎么能成为贵宾房啊 在当时呢 你不用花钱 它有账号 你只要在账号里面存上五千美金 你在账号里保持五千美金 五千加币 应该不是美金 加拿大的 你就有机会进入VIP房间 VIP房间的待遇就是 你如果到那去玩去 有雷蒙 雷蒙子一呢 就是豪华车呢 到你家去接你 你跟人说 我在哪 我在那边上洗手间呢 行 他到洗手间接你 然后接你到赌场 二十四小时服务的 在酒店 旁边他有个酒店 就是西尔顿酒店 五星级 西尔顿酒店 给你一个房间 都不要钱的 在赌场里面 免吃免睡免住 免费的 这就是VIP 这VIP里面呢 当时呢 大部分人是 大陆人 大陆人 越南人 韩国人 几乎是占了他VIP的 大概80%吧 而里面大陆人 很多大陆人呢 就是留学生 学生 十八九岁 他爹他娘把脑袋 切下来挂在裤腰带上 赚了钱 然后他在外头耍 那他们在外头耍包 有房间吗 他的身份 当然他的年龄 必须要超过 十九岁了 但是你知道这边 他的概念 那警察很少去查房间 你那抓不着证据 你要敢闯到房间里 那就麻烦了 这些小屁孩 带着女孩 就到那鬼混 下面是赌场 上面是 就那个 那外面是 瀑布 大概在14 四五年前 这群VIP的人 大概聚集了 他们汇总了 把钱汇在一块 三百万大概是 在过年的时候 跟赌场对赌 跟赌场对赌啊 就是永远跟赌场的 跟庄稼对着来 那事件 当时流传 就是很好来说 流传挺广的 大概牵扯到四五十人 他们好像是从 大年三十 大年二十九 大年三十进去的 因为都不要钱 那随便住了 吃饭随便吃 那玩意也贵 一碗方便面 卖五十美金 标价是这么标了 那然后在里面 他们大概是 初三是初四 大年初三是初四出来了 都有内裤 内裤还留着 全出了 那输个尽光 开玩笑呢 大家开玩笑的是 怎么叫开玩笑呢 安大略省 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赌场的庄稼 是加拿大 安大略省财政局 财政部 他拿三百万四百万 那个时候的钱也是个钱了 他要跟财政部对赌 那这都是老赌徒了 都是那样的 然后就这么输了 那是个笑话 也不是笑话了 然后那时候讲起来说这帮人都是这个赌场里有名 有头有脸的人嘛 有头有脸的人 这是赌博了 这是真正的赌博 那你说有没有规律 你说他都因为什么 反正这东西自古就有 就到今天 而中国人好赌 大陆人好赌 这个是 就是在赌命 他永远拿命去赌 老外白人不是 白人出去去玩 感觉确实是玩 我见过那个他在过年的 就是在新年 他在门口放五百万现金加币 五百万 有一千块钱一叉的 没见过 他拿个拿个这个 就是那种防弹的盒子装在里头 旁边呢 他请两个这个 应该是 加拿大的皇家骑警 拿着枪 拿着威冲 在边上站着 他给你条 你写个条 一块钱 然后弄一个大钻筒子 往里扔 十二月三十一号夜里 敲新年终身的时候 他赚 赚这桶子 赚出谁 这五百万现金就是谁的 五百万现金不上税的呢 这就是 那个看起来 那老外玩的可多了 这是玩 那个 那个 那个进那个VIP 那是赌命 所以这个概念是有差距 中国人赌命 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的 为什么说这个中美贸易 这个中美贸易这个贸易战 所谓开打 结果昨天呢 因为应该是前天了 川普呢 拿出了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商品条例 当川普拿出新的条例之后呢 中国商务部立刻搬出一个条例来 一百零六项 大概一百零六项是一百多少项 品种 然后价值五百亿 这回跟上趟 要磕税 磕百分之二十五 附加条件 美国人要干 你川普要干 争我税 我就争你的 你不争 我不争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川普 我们没有与中国打贸易战 星期三 中国宣布将对价值五百亿美元的 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这是一种报复计划 而商业部讲 这一计划的落实 要视美国的加税 核实生效 而川普在四号的早晨 发了推文说 我不承认美中贸易战的说法 美国前几届政府的做法 削弱了美国在贸易上的自我保护能力 这话说的就很实在 我们不是在跟中国打贸易战 贸易战好多年前 已经让那些愚蠢的人 不称职的人 在当时代表美国的人输掉了 所以现在我们有每年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再加上被盗走的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BBC的报道这么说 相互亮底牌 川普说目前非贸易战 川普讲不是跟中国进行贸易战 白宫首席顾问库德洛认为 中国会在贸易问题上让步 跟美国达成协议 那欧洲股市呢 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在4月4号美国股市低开 但是呢出现了很大的反弹 是否会谈判 中国的大使崔天凯 跟美国代理国务卿 沙利文会面历时一个小时 就经贸问题交换了意见 有关会面在华府宣布有关 关税措施前就已经安排了 崔天凯重申了中美贸易上的立场 要求美方及早的兵器调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停止对华301调查 停止对华301调查 这个很有趣的 那有没有毛病 有没有毛病 对吧 这是问题的 有没有毛病 有人说这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哪家的女人出外头养汉子 然后两家打离婚了 说不能打离婚 孩子还没长大 那女人说你不能再调查 我养不养汉子 那你是那个男人 你停不停调查 川普讲得很清楚 你偷了我的东西 你抢了我的东西 你玩了我的东西 你说不对 那你如果是女人 跟你男人打电话 打架的时候 他男人在外面养仨 对不对 北京一个 浙江一个 山西一个 三个经济区域不同 你按钱算账 国家监察委员会 都是这么试点的 那你说你调查不调查 不是瞎扯吗 路透社 美国正在寻求谈判解决 跟中方的贸易的深层矛盾 但拒绝透露相应的级别 20号 2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会议 将是一个机会 双方在场边会讨论相关的问题 整个这件事情 是川普挑起来的 当川普挑起来的时候 他一定要一个结果 他是生意人 对吧 而不愿意被挑起来 是中方 所以这件事情 只要川普挑起来 他永远是胜利的 而不是失败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